1797新東方在線 他說宣佈炒完了 多謝大家 他就沒有問題 不過見到1797現在就跌兩成一 好 這一類的股份 真的不小心 或者深紅 高位追入了 是不是現在應該不問價紙蝕 我當然覺得 可能要紙蝕 難道落到十幾元的時候才會投行嗎 但問題是你要問自己為何買 如果你純粹就是 可能想坐下順風車 如果你每次坐順風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設置一些紙蝕 買給自己 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 我們真的不主張在股票市場上 炒一些很慘的股份 我相信行家上面很多人都這樣說 記住你想在股票市場 風風光光地賺錢 還是穩穩地去賺錢 你風風光光地現在就很風光 問題是失敗那一下 你就要快一點 特別當很多股份炒到離十天線很遠的時候 你知一定是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 高位追了會怎樣 一定是投降的 因為重點我都不會高位追 為甚麼要無影 我們經常說 我自己有句助命 你吃不到的聲浪 也不會去吃掉整個跌浪 輸了一點而已 不是吃掉整個跌浪 當然可能幅度不少 有些人可能30元才去買 無端端沒有了30多% 但問題是你要面對 所以這一刻你看圖就是前日 即星期四那支大洋燭底煲 19元穿買 你一定要走 不差8毫子你可收買 但分別都不大 嗯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